剛剛我們用的是SIGMA 1835進血環可以拍到比較大的範圍 那現在是用原廠的20-60 那麼20它可以有效的對焦範圍我們把它切到最右邊 切好之後我們再進行這個前後的位置微調 就可以得出 最近的有效距離 好我們一樣打一張效果來看看 高解析度打一張看看 好那接下來我們要把它想辦法放得更大 是不是有機會透過變焦60端來產生更大的一個放大倍率 希望能夠實現 好開始位移 當然光線一樣給它調到0.35 這應該0.不曉得多少反正50左右 它的距離就要挪開更遠了有效焦距就更遠了 好 不好意思 廣角的效果比較好 那我們再看看原廠跟副廠的這個 那個銳利度 看看他們的表現是不是比較 更深猛一些 好我們來看一下 那現在呢我們 要看的是超高解析度的部分 原廠跟副廠的鏡頭 原廠的鏡頭很猛 你可以拍攝這樣清晰這樣夠了不知道夠不夠 應該有夠大顆 好再來 各位就是60端 那60端的部分呢 是鈔票滿面的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20端 20端 20端反而面積呢 可以抓得更好 20端面積抓得更好 哇靠 完全清晰銳利沒有鬆掉 沒冷氣啦 夭壽 夭壽 比較有 眼鏡比較有力 邊邊就弱掉 這是它的邊邊就弱掉 但是那不是 問題那是焦平面的問題 因為邊邊有點浮 邊邊有點浮 我們的膠是準在那個臉上面的 那你看這個東西微距你這個要拍到 很精準麻煩你就是要打平 要不然它差一點點就沒了 好各位 所以今天的這個測試結果是 20、60端是20端的表現更佳 中心點清晰度更好 放大的倍率更好 可以放大到這個地步 哇 我覺得連數頭髮都數得出幾根 它網點幾乎都拍得到 好那1000塊的鈔票大家都看過嘛 自己比對一下 這麼小一個點把它整個拍到銳利 根本就是一個掃描儀了 好接下來要來玩水滴謝謝